作为京圈大佬带球跑的金丝雀 看着眼前的龙凤胎 我人妈了 女儿举着手机 说要给我找对象 妈妈 我给你介绍个帅哥 长得帅人又高 照片一出来 我慌了 这不就是京圈太子爷 儿子头也不抬 没我帅 怎么配得上我妈 不要 我看着儿子酷似大佬的脸 沉默了 女儿皱眉 可他人已经到门口了 下一秒 门铃响了 妈妈 我给你介绍了个帅哥 长得又高又帅 女儿这是给自己找后爹吗 六百六十六 看着女儿红扑扑的小脸 我实在不忍心拒绝 有照片没 既然是帅哥 不要白不要 女儿把手机队到我脸上 默 看吧 是不是很帅 其实本人比照片还帅 嗯 眉眼深邃 鼻梁高挺 嘴唇很是性感带劲 目测很合我的胃口 等等 帅得十分眼熟啊 右眼角怎么有颗肋质啊 放大了看 还是红色的 电光时火间 我突然想起 京圈太子爷陆君臣 就有颗肋质 绝美 这不就是陆君臣本尊吗 我看他是要绝了我的路吧 我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一把推开 一本正经 我不要 儿子点头 附和道 就是 还没我帅 怎么配得上我妈 不要 看着儿子那张 酷似陆君臣的脸 我沉默了 女儿皱眉 可他人 已经到门口了呀 话音刚落 下一秒 门铃响起 我犹如惊弓之鸟 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不行 我坚决不能被抓回去 否则陆君臣能玩死我 我转身迅速 跑到窗台朝下望去 祸 这么高 不跳了 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视死如归地打开门 陆君臣就站在门外 女儿说得不错 真人的视觉冲击力更大 江桥 好久不见啊 陆君臣笑得意味深长 在我眼里活脱脱 就是阎罗王的形象 绷在脑子里的那根弦 啪的一声 断了 我一头扎进他的怀里 莹莹莹哭了起来 君臣 你终于找到我了 你不知道这些年 我有多想你 当还是陆君臣金丝雀的时候 我可是出了名的身交体 弱意推倒 把他迷得神魂颠倒 却在情道最浓石卷前走人 以我对陆君臣的了解 他估计费都要气炸了 想我为什么还要离开 陆君臣没被冲昏头脑 十分冷静地问出这句话 还不是因为我觉醒了 大学毕业后 我成了陆君臣的女人 他人率前多还温柔 对我有求必应 我很快就沦陷了 直到怀孕后 母爱让我觉醒 原来我是他圈养的金丝雀 一旦女主出现 那我就是个炮灰 炮灰的命运我改变不了 可我们娘撒的命的药啊 所以我果断带钱跑路 我楚楚可怜地望着他 问如果我说 我就是想试探一下 你对我是不是真心的 你信吗 陆君臣是一点面子都没给 冷冷道不信 哦我也不信 我胡周的 女儿跑上前问 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吗 儿子皱眉反驳 别胡说 一看就不是 但任谁 只要看一眼儿子的脸 就会笃定 他一定是陆君臣的孩子 下一秒 儿子继续道 妈妈说了 我们的爸爸升天了 陆君臣的脸都黑了 早知有今天 打死我也不敢说他死了呀 我连忙补救 同言无计 同言无计 陆君臣咬着后草牙 一字一句地问 我升天了 不不不 您健在 身体伴儿伴 吃妈妈香 能活一千岁 陆君臣 那我不成老妖精了 不好意思 没憋住笑了 儿子双手抱臂 抬着下巴 指着他问 那你是谁 陆君臣似笑非笑 你问问你妈 我是谁 她的笑绝对是暴风雨来临前的表面平静 我恰咳了 她 她是 她是妈妈的前任 对 没错 就是前任 我俩在一起过 又没结婚 不是前任是什么 儿子若有所思的点头 懂了 前男友呗 切 不是 小屁孩你切什么呀 没看到你爹脸都黑成包公了吗 儿子压根就没想到我制止的眼神 反而一脸不屑地说 前男友又不是爸爸 这下屋里的气压更低了 好小子 你是懂如何给我制造麻烦的 可是陆叔叔明明很帅呀 女儿及时就场 儿子依旧不屑 帅又不能当饭吃 打住吧 我立即把陆君臣拉到门外 你 你怎么在这里 她眯了眯眼 目光冷立 这整栋楼都是我的 你说呢 懂了 显摆收租呗 我甘笑两声 好巧啊 巧 陆君臣冷吃一声 江巧 难道你跟我就没有别的话吗 话音刚落 手便撑在了我身后的墙壁上 好小子 跟我玩臂东西吧 迎面对上她的眼眸 一秒耸 怎么可能不慌 瞒着她离开 瞒着她怀孕 瞒着她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 如果现在的我遇上六年前的陆君臣 怕是要炸了 当然有 好久不见 你过得还好吗 结婚了吗 孩子都有了吧 越说越心虚 以至于到最后 我连一个字都说不出了 陆君臣似笑非笑地盯着我 他那双墨黑的眼睛 似乎要把我看透 没有你的日子 我怎么可能过得好 单身未婚 有孩子 什么 女主还没出现 陆君臣低沉的声音 又重复了一遍 有 孩子 我心里咯噔一声 下意识脱口而出 你是怎么找到女儿的 他冷悠悠的眼神 瞥向我 痴笑一声 问 不装了 糟糕 露馅了 我只能硬着头皮反问 我装什么了 他忽然低头 独鼠他的那份 高傲清冷的气息 扑面而来 因为我帮江云 解答了一个问题 啊 我惊了 帮儿子解答问题 这又是什么时候的事 干 忘记了 我突然想起 这是一本霸总小说 他陆君臣身为男主 自带天才技能 那么他的基因 当然毫不逊色 正所谓 虎腹无犬子 合着一家子 只有我是个菜鸡 陆君臣见我许久不开口 有些急了 抬手捏住我的下巴 问 怎么不说话 我无语 话都让你说了 我说什么 就算我说了 你会信吗 陆君臣回答得快速又果断 不会 只有我一个人受伤的世界达到了 下一秒 他抓住我的手 跟我回家 我有点乍毛 跟他回家 我还能有好果子吗 我甚至都想象 得到我以后的生活了 因为欺骗在先 陆君臣这人又偏执 他不得好好报复我 蹂躏我 践踏我 我是有尊严的 于是我很有骨气地说 不行 陆君臣的脸瞬间阴沉下来 眉头紧锁 为什么 还不是怕你打击报复 陆君臣被气笑了 我在你眼里 就是这样的人吗 当然 但我没吱声 沉默就是最好的权势 你可以选择不回 但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回 别的不说 他这话 我深信不疑 我集中生智 要不找一个折中的办法 我不跟你回去 但你可以把孩子带回去 这样总行了吧 像他这样的霸总 面对炮灰金丝雀的孩子的态度 不都是去母留子 陆君臣看我的眼神复杂又疑惑 江桥 我看你真应该去看看脑子 你说我有病 矫情是病 得治 你才有病 你浑身上下都是病 好 我有病 说完 他一把将我抱起 应声 而开的还有房门 女儿迅速无眼 儿子也一脸戒备地跑过来 抓住陆君臣的衣角 力声威胁说 快把我妈妈放开 不然我报警 真是亲儿子啊 陆君臣大概也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愣了愣 才把我放下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主动回家 还是我把你请回家 他说这个请字的时候 故意加重了声音 懂得都懂 明目张胆地威胁 行 我从 六年前斗法 我都没斗过他 更别说现在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 坐在车上 江辰一脸兴奋 妈妈 他真的是爸爸吗 事到如今 我只能对孩子实话实说 女儿还好 接受事实很快 反倒是儿子 一脸的不情愿 口中还嘟囔道 反正我是不会叫他爸爸的 我汗眼 小子 你爹就跟你面对面坐着 你是会挑战权威的 陆君臣嘴角 一直擒着嘶嘶笑意 即便是听到儿子吐槽的话 竟没有计较 还看了他一眼 我发誓 这是第一次在陆君臣的脸上 看到这样的表情 怎么说呢 高兴中带着欣慰 欣慰中带着绝对自信 他淡淡地道 还记得五天前 你在网上提的问题吗 我回答的 儿子愣了 猛地起身 一不留神而还磕到了头 你 你是匿名侠 不信的话 可以给你看账号 说着就把手机递给儿子看 得知真相的儿子不出意外 郁闷了 他看了看手机 又看了看陆君臣 最后难以置信地望着我问 他真的是我爸爸吗 看着儿子一脸受伤的表情 我心疼又无奈 宝贝 接受现实 儿子气哼哼地 把脸转向一边 不再说话 忽然感觉到一阵冷意 抬眸对上他意味不明的眼神 我又惹到他了 莫名其妙 还是那座别墅 一模一样地摆上 就连我临走前 换过水的那个白色花瓶都没变 我狐疑地回头看他 陆君臣却把脸别开 曾经的保姆张仪 从屋内走出 一脸笑容 江小姐回来了 我有些尴尬 话说回来 张仪待我很好 当年我不辞而别 他一字不问 见了一双儿女 也喜欢得紧 这就是小少爷和小小姐吧 嗯 张仪知道了 也是 陆君臣是谁 如果他有所怀疑 势必会在当天调查清楚 恐怕 我们仨早就被查得清清楚楚了 果不其然 家里连两个宝贝的房间 都准备好了 江小姐 自从您走后 先生就再也没有笑过 这话说的 我当即回到 他生性不爱笑 陆君臣会因为失去我而伤心欲绝 我不信 我不过是他圈养的一只金丝雀罢了 压根就不是他的证源 书上说了 陆君臣只有遇到真正的女主 才会情深不疑 张仪继续道 江小姐 我说的都是真的 先生其实很喜欢你的 你看自从知道你们的消息后 他高兴得一夜都没睡 第二天就找人收拾好房间 还买了许多东西 我点点头 张仪 她是看在孩子的面上财 喜当爹这事 换任何一个人也要一夜难免 张仪看我如此油言不尽 无奈地叹了口气 江桥 一回头 正看到他倚着门框 漆黑的眸子望着我时 还带着笑意 我竟然会觉得 刚刚他叫我名字时 语气很是温柔 幻觉 一定是幻觉 抱着他叫我一定会好事的态度 跟着来到书房 没成想 他递给我一个首饰盒 还示意我打开 里面放着的是一条钻石项链 价值百万 我有点懵 抬头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为什么要送我东西 黄鼠狼给鸡拜年 能有好心 陆君臣又气又无奈 瞪大你的眼睛仔细看 好吧 仔细看 突然我想起 这不就是六年前 我对着他撒娇卖萌 要求着他给我买的钻石项链吗 你还真买了 还保存至今 陆君臣的脸上 划过一丝不自然 清了清嗓子 想多了 别人送的 我嘴角抽了抽 谁会送你女士项链 他皱着眉 满脸不悦 你要不要 不要我拿去扔了 嘿 这人怎么跟六年前一样 阴晴不定的 就算再有钱 也不能拿着百万钻石扔了玩啊 他不心疼 我心疼 要要要 六年前 我不是不喜欢他 同时也很清楚 自己在他心里的位置 所以 对他百依百顺 花言巧语 又在他身上搜刮了不少钱财傍身 我的想法很简单 得不到他的爱 得到他的钱也好 当初 这条独一无二的钻石项链 一经问世 我就让他买给我 陆军沉面 无表情地说 看心情 气得我想 当场跟他翻脸 但为了能顺利逃跑 还是糖衣炮弹地 麻痹了他一番 然而现在 我心虚地不敢看他 手抖得连项链 都戴不上了 我帮你 他指尖微凉 触碰到我脖梗的肌肤上时 我不禁浑身一颤 过往种种 立即在脑海中浮现 他温热的气息扑洒 在后背 莫名有种酥麻的感觉 冷吗 他捉住我的手腕 我也是脑抽 反手一巴掌还骂道 流氓 那一刻 空气都凝固了 陆军沉白皙的面庞上 迅速浮现出一个 清晰的巴掌印 对不起啊 打疼了吧 我我我手掐 看得出来 陆军沉不高兴 我一边忐忑一边想 他最好暴跳如雷 然后把我赶出别墅 他眯了眯眼 目光锐利地 在我身上打量一番后 轻飘飘地说了句 也就是你 捂着脸转身离开 就这 刚刚我可是给他尊贵的脸 甩了一耳光 他就算不暴跳 起码也应该发发火呀 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离开 不是更让我心骄吗 陆军沉 他到底几个意思啊 但那天 他没去上班倒是真的 我想 哪个爸总也不愿意 顶着巴掌印 坐在超大的会议室里 一本正经地给员工开会 女儿适应得很快 张口闭口 都是我爸爸 就算是去烫厕所 他也要追着问 妈 我爸爸去哪了 儿子无奈服额 妈 你管着点他 小心长大 被人骗了 女儿不愿意了 江云 你什么意思 你说爸爸是骗子 儿子 我没说 是你自己说的 吵得不相上下 两人回头 妈 你来评评理 这官司 我一天要断上几十次 找你爸去 什么事 刚从卫生间出来的陆军沉 一脸猛逼 这种儿女绕夕的快乐 是时候 让陆军沉尝一尝了 回到这里 已经一周多了 但我仍然有一种不真实感 好似做梦 陆军沉倾咳一声 脸颊带着可疑的红韵 看够了没 哦对 我又不自觉地盯着他看了 但他脸红个什么劲啊 看够了看够了 他默了默 开口 我今天要出去一趟 说来也怪 陆军沉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每天出门必跟我报备 整得好像我是他老妈子 好巧 我也是 陆军沉抬头 看了一眼 什么眼神 你出去干什么 他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六年前我是他的金丝却不假 但现在我不是啊 找房子 他皱了皱眉 一语道破 你要搬出去 不然列 难道我要在他这里 不清不白一辈子吗 我鼓足勇气 说 陆军沉 这几天我已经反省好了 是的 没错 他把我带回来的第一天晚上 就郑重其事 把我叫去书房 说让我好好反省 我的确自省了 孩子大了 有选择的权利 当妈的同样有权利 以前没你消息时 我原本打算 自己一个人 把孩子抚养长大 现在你既然找到他们 我也不会藏着掖着 不让孩子认你 我自认为自己 已经很开明 并且明示里了 你看 孩子们都很喜欢你 所以交给你 我也放心 陆军沉的眉头 都快拧在一块了 咬着牙问 你呢 我 我扯了扯嘴角 笑着道 当然是追求自己的人生啊 陆军沉的脸黑的发青 有目标了 这些年 身边也有不少 对我有好感的 当然 也有知道 我带着两个孩子 掉头就跑的 倒是有一个小奶狗 对我那叫一个孜孜不倦 起初拒绝他 是不想耽误他 现在陆军沉都把孩子接走了 那我也没什么负担了 想到这里 我抿了闽唇 轻轻嗡了一声 还不算是呢 啪 陆军沉平板摔在桌子上 豁然起身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语气森然 我看你还没反省明白 这怎么说着 说着还生气了呀 我试探性地问 那要不我现在搬 陆军沉大步朝我走来 俯身捏住我的下巴 突然吻了下来 这问太过霸道 仿佛要生吞活剥了我 气得我立即推开他 陆军沉 我不是你手里的玩物 江桥 你过分了 我过分 颠倒黑白他很拿手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 你是我的玩物 我喜欢你 不行吗 我的脑袋轰了一下 你说什么 陆军沉 你是不是傻 这些年 我找你找的都快疯了 你夺我 我原谅你 孩子的事 我也原谅你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是到如今 你还想着跑 说完 他笑了一声 鸡翘地问 还是说 你没有心 等会儿 我要捋一捋 他说他喜欢我 陆军沉喜欢我 你疯了 你绝对疯了 我抓起手机 夺门而去 寒风吹得我醍醐灌顶 眼泪直流 下一秒 我整个人腾空而起 陆军沉扛着我回屋 不想生病 就别挣扎 我很惜命 也很爱惜身体 果断不再胡乱挣扎 任由他把我扛回去 又套上外套 不用你搬 我搬行不行 啊 我当时还真犹豫起来 不然也不会问 这会不会不太好 把主人赶走 道德吗 陆军沉一脸受伤 且委屈 没关系 反正我在你心里 也不重要 有我没我对你来说 不是都一样吗 不等我反应过来 他人已经开车离开 此后几天 他倒是天天来 接送孩子们上下学 但绝不会踏进家门半步 司机牢里跟我说 爱 可怜路总了 有家不能回 连饭和午觉 都是在车上解决的 我也没赶他 是他自己要走的 他这是没事找事 活受罪也是自找的 老李相听不见似的 一个劲儿的哀声叹气 哎 陆总可怜 成成成 我怕了他了 把孩子们送进学校后 我说 今天搬回来 陆军沉故作镇定地道 不用 气死我了 你搬不搬 他漆黑的眸子望着我 明明带着期待 却偏要问 是真心让我搬回来的吗 真 真心 比真金白银都真 陆军沉想了想 叹气道 算了 我搬进去 你又要搬出去 这不是讨人闲吗 你什么时候去进修了 陆军沉 进修什么 如何泡出一杯好绿茶 好家伙 他这功力 都可以半般教学了吧 陆军沉甲 装不自在地扭过头 我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切 装给谁看呢 给你三秒钟考虑 搬还是不搬 我搬 他是搬回来了 可我半夜坐起来 都要骂他一句 不是 他有病吧 搞了半天 我不还是被他拿捏了吗 陆军沉 可真有你的 为了躲他 天不亮我就起床 可我忘了 别墅区很难打车 软件上的轿车 服务费高到离谱 一辆黑色商务豪车 缓缓在我面前停下 车窗下降 露出那张俊美的脸庞 上车 我只去上车 陆军沉在处理文件 头也不抬地道 以后上班 可以搭我的车 没有公交 没有出租车 滴滴打车打不起 我没有犹豫一秒 好 向现实低头 是我离开他后 迅速学会的技能之一 从前当陆军沉的金思雀时 他是主导者 他的一句称赞 会令我心动高兴很久 可换来的 却是漫长的等待和寂寞 陆军沉对我称不上温暖呵护 却一直让我享受锦衣玉食 他从来没有带我参加过他 任何一场宴会 家宴我倒是去过两次 出了两次球 突然 他的气息扑面而来 陆军沉不知何时 就凑到了我的眼前 他盯着我 面带疑惑 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我张口结舌 胡 胡说 他抬手试图抚平我的眉眼 我对你还不了解吗 你一胡思乱想时 就爱皱着眉 双眼无神 啊 这话说的 谁乱想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吧 别以为你对我多了解似的 毕竟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早变了 嗯 有吗 他回答得漫不经心 目光却一直在我脸上 辗转流连 嗯 陆军沉 又占我便宜是吧 我不甘示弱地搂上他的脖稿 回稳过去 不就是占便宜吗 我还上下起手 嗯 胸肌不错 跟你钱一样 肤肌也不错 如果能看看就好了 再往下 一双炙热的大手抓住了我 陆军沉声音嘶哑 车上步行 大哥 你想得真多 我脸颊发烫 松开了他 那什么 我去上班了 嗯 我回头不解地看着 被他抓住 紧紧不松开的手 你不松手 我怎么上班 好 我下班来接你 我想也没想就拒绝 不用了 我 不 你用 行吧 不知道陆军沉怎么样 反正那个吻 对我来说 后劲儿还挺大 大到我连工作时 脑海中 都会不由自主 浮现出 陆军沉那张 秀色可参的脸 当初吸引我的 除了他的钱 很大一部分原因 还因为 看着沉稳势重 却透着骨子 禁欲感 嘶 口水要流出来了 对面的同事 突然问 嘶 充满 我慌忙无脸 有这么明显吗 同事 还用说吗 他处不远处地 舒展 弄了弄下吧 是不是你们两个 有进展啊 吓得我连连白手 别胡说 我跟他清清白白 人家还小 可不能玷污了名声 同事切了生 舒展挺好的 一个大小伙子啊 即便知道 你带着俩孩子 一点都不嫌弃 哎 我听说 他可是富二代 那我就更不能高攀了 再说了 最近孩子他爸回来了 同事瞪大眼睛 颇有些义愤填膺 就是那个抛弃弃子的渣男 我被口水呛得直咳嗽 都怪我以前入戏太深 给自己编了个 被渣男抛弃的身份 原本的是 想要博取同情 获得工作岗位 没成想我们的女经理 是个性情中人 直接把我的事告诉同事 还让大家多多照顾我这个 被离婚带俩娃的单身母亲 他不会是想跟你复合的吧 可不 昨天还跟我表白来着 见我点头 他比我还激动 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 像这种男人 肯定是在小三那里受了气 这才想起原配的好来 凭什么 凭什么啥好事都让他站了 嗯 抛开其他不说 单单他这番言论 我是无比赞同的 我听你的 我俩正说着悄悄话 一个纯白色的马克杯 从天而降 接着是舒展温润的声音 江桥 喝点蜂蜜水 润喉 同事闻言 立即朝我几枚弄眼 哎哟 小舒展啊 姐姐也嗓子不舒服 怎么不给我弄杯蜂蜜水啊 我真是 那你喝 正想着怎么拒绝 才不下他的面子 便把杯子推到他的面前 同事撇嘴 则 我才不喝 舒展又不是给我的 舒展健壮 好脾气地说 我再给姐姐端一杯 他走后 同事立即又凑到我面前而言 看到没 看到没 明明我们两个一样大 他叫我姐姐 对你却直呼其名 这叫什么 年下不叫姐 心思有点野啊 我 你少起点红 不就断了他的心思吗 同事像看智障一样看着我 你这叫什么话 要断也是应该你断了他的心思啊 说的也是 陆君臣不是说来接我吗 就今天吧 好 同事惊了 不是 你真断啊 人舒展不错呀 可比你那个前夫强几百倍了 你不会还想着吃回头草吧 嗯 怎么不呢 可各种情缘 我真没法给他解释 只好扯谎道 我暂时不想考虑这些 同事还以为 我是被上一段婚姻给伤透了 一脸同情地说 爱 算了 你想怎么着 就怎么着吧 下班时 外面下起瓢泼大雨 我正犹豫着 要不要给陆君臣说一声 如果雨太大 就不用来接我了 结果刚一拿出手机 他的微信就进来了 等着 江桥 是舒展叫我 他手里拿着一把伞 兴冲冲朝我跑来 雨很大 我送你回家吧 你回去 不是还要接两个小朋友放学吗 顺便我也一道 接了送你们回去 说实话 舒展的确不错 但我们是真不合适 不用了 谢谢你的好意 我前夫来接我 舒展愣住了 眼里的光 渐渐变得暗淡起来 前夫 我点头 舒展沉默了几秒钟 却开口说 嗯 那我送你下去 看把孩子给伤得 都快自闭了 我认为 如果两个人不可能 还是不要给对方希望了 我狠了狠心 再次婉拒 不用了 不料下一秒 就被同事勾肩搭背 裹挟着带进电梯 他并不知道 刚刚发生的事 天真又好心地 对黯然神伤的舒展说 舒展 进来呀 电梯马上要关了 舒展犹豫了一秒钟 长腿迈进电梯 他低着头 默默无语 这时 后知后觉的同事 才发觉不对劲来 用口型询问我 他怎么了 我做了一个拒绝的手势 同事目瞪口呆 六 电梯门打开 我一眼便看到了 大厅内的陆君臣 在人群中 他实在太出色了 身材修长 五官优越 脸上轮廓分明 远远望去 长得跟明星似的 同事突然抓住 我的胳膊尖叫 我靠 最近娱乐圈 又进新人了吗 简直 帅到我的心砍上去了 陆君臣也看到我了 快步走来 瞧瞧 他的手很自然地 搭在我腰间 冷力的目光 迅速扫了舒展一眼 同事的眼瞪得像同龄 喃喃自语 这就是前夫哥 陆君臣皱着眉 沉思问 什么 我连忙打圆场 没什么 这是我同事刘云 舒展 陆君臣扯了扯嘴角 微微汗手 考虑到我给他在公司塑造的形象 着实不佳 他知道 肯定一肚子气 所以我催促着 外边雨挺大的 说是会一直下 大家回去要注意安全 同事一直处在震惊中 没什么反应 舒展敷衍点头 眼睛却是一直看向陆君臣 就在我们转身之际 他突然开口 江桥 我喜欢你 一直搭在我腰间的那只手紧了紧 陆君臣压着怒意回头 你说什么 舒展这个愣头青 双拳紧握 满脸怒气地道 我说我喜欢江桥 我说我喜欢江桥 如果我没猜错 你就是他的前夫吧 造孽啊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我不用抬头就知道 陆君臣肯定正在用疑问的眼睛 看向我 哪有地缝啊 让我躲一躲 舒展继续道 你做那些事对得起 他对得起他辛苦孕育的孩子吗 既然你们离婚了 他就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我喜欢他 我会正大光明地追求他 陆君臣倾笑一声 哦 那你试试看 车内气氛古怪 更古怪的是 陆君臣绝口不问我 怎么编排他的事 他越是不问 我心里越没底 那什么 你不问问吗 陆君臣老神在在 你不说 我不会问 就装吧你 见我不吱声 他又忍不住了 他是谁 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追求者呀 他不适合你 你以为自己的眼是X王吗 看一眼就能辨别真假 差不多 瞧把你能耐的 陆君臣抓住我的手 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江桥 我喜欢你 这突如其来的告白 搞得我心脏狂跳不止 你闭嘴 他兴兴地说 也对 我是负心扎前夫 你不想理我 我不怪你 我 他进入状态 也太快了点吧 回家后 我就把自己反锁在卧室了 问就是没脸 陆君臣不但没反驳 还很认真地接受 我给的设定 我都有点弄不清楚 到底是谁的脑袋 被驴踢了 刘云给我发微信 我站前副歌 刘云 我觉得 他那样的人 不可能出轨 刘云 你没发现 他看你的眼神儿吗 比书展看你都深情 刘云 复合吧 刘云 发剧人话 我 你看看你说的话 是人话吗 临阵倒戈 可真有你的 当天晚上的梦里 我被陆君臣追杀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见他 直接没有好脸色 我送你 我带着快要魂飞魄散的躯体 来到公司门口 猝不及防 被他压倒在车门上 正在我疑惑时 他吻了下来 他捏了一下我的腰 含糊不清地道 认真点 当我反应过来后 这才发现门口站着的 不仅有书展 还有刘云和孙经理 人均一张目瞪口呆的脸 不得已的我推开陆君臣 红着脸走过去 早啊 刚被刘云科普后的孙经理 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你 你前夫 我硬着头皮 嗯 是 孙经理愣了半天 道 人看起来不错 他也沦陷了 刘云用胳膊捅了捅我 则则则 前夫哥霸气宣誓主权 小奶狗伤心落泪 好一个修罗场啊 就你看热闹 不嫌事儿大 下午陆君臣来接我时 突然说 我妈回国了 人已经到家了 我惊了 这么突然吗 陆君臣无奈地笑了笑 他什么性格 你不是不知道 陆夫人生性洒脱 性子爽朗 当初我第一次见他 就给我封了个很大的红包 平时也是送衣服送首饰 跟他爹完全是两种人 我忽然想起来 他也知道了 我指的是孩子 陆君臣点点头 是 啊 我完了 哪怕陆夫人不生气 他爹怕是也会欺诈 谁会想到自己 还有一双五六岁的孙子孙女啊 豪门嘛 很重视血统 这一点我懂 你放心 该配合做爹呢 我是不会拦着的 陆君臣无奈地问 江桥 我们陆家就没一个可信的吗 得得罪一堆人 我连忙解释 我不是那个意思 陆君臣示意我暂停 望着前方 语气悠悠道 不必解释 我明白 反正我在你心里 就是那个可有可无的渣男前夫 算了 有什么都让我一个人承受好了 他戏敢不敢再多点 到家后就收获一枚雄豹 陆夫人抱着我抽气道 真好 君臣终于把你找到了 我有点懵 陆夫人仿佛要把这几年的事 一口气说完 从我不辞而别到陆君臣发疯 哦对 中间他因为找我还感染了肺炎 住了大半年的院 一旁的陆君臣咳嗽几声 提醒说 妈 你太夸张了 也就俩月 陆夫人瞪了他一眼 回眸抓住我的手 泪目 说实话 陆君臣虽然不再带我去家宴 但陆夫人带我是极好的 他喜欢旅游 环球旅行时 每到一个国家 就会给我买好看的首饰和包包 想到这里 我不禁心生愧疚 阿姨 对不起 我 陆夫人擦擦眼泪 好了 什么都不用说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你回来就好 咱们一家人总算团聚了 对了 不能再叫我阿姨 叫妈 陆君臣尴尬得坐立不安 妈 你怎么还敢在我前面了 陆夫人诧异地看着她 你不会连婚都没有求吧 陆夫人 活该你这么些年单身 如果不是陆夫人 我还不知道陆君臣 这些年从没放弃寻找我 当初我为了躲塌 心里又害怕 起初几年是躲在了远亲的老家 在城郊远离城市喧嚣 又不至于太落后 直到两个孩子上幼儿园 才找了远离陆君臣的南方城市生活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 他竟然把公司重心挪到了南方 陆君臣向我求婚时 我还在猛逼中 一般来说 金丝雀都是配角 怎么到我这儿还一不小心混成了女主角呢 也对 谁说配角 炮灰不能当主角呢 陆君臣有些交集 又大声地重复一遍 江桥 你愿意嫁给我吗 怎么会不感动呢 这些天 陆君臣所做的一切 我都看在眼里 以前的那些误会 他也都一一解释过 我愿意 陆君臣小心翼翼地为我戴上求婚戒指 紧紧地抱着我 他声音里带着颤抖 不要再离开我了 好吗 我眼角微微湿润 不离开了 一辈子都不离开 他把账户里所有的钱都转移到我的名下 车子房子 我问 你不怕我卷钱跑路 他摇摇头 反问 你会舍得我身无分文吗 望着他真挚清亮的眼眸 我确实不忍心 你赢了 我们结婚时 儿子和女儿也如愿是花童 陆夫人激动落泪 就连一向冷面的陆先生也满脸笑容 陆君臣更慎 嘴角都快裂到耳根后了 瞧瞧 我做梦都在想这一天 瞧瞧 我会爱你呵护你和孩子们一辈子 好的 闭嘴巴 恋爱脑 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敲门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在见到沈琪的时候 我想到了一个曾经在知乎上看到的问题 那些霸凌者 最后都怎么样了 彼时 他正坐在一辆劳斯莱斯的副驾上 身上背着几十万的爱马仕 旁边是一个气宇轩昂的年轻男人 他看起来过得真的很好 那辆劳斯莱斯很快就开走了 而我站在原地 剩下的八月 浑身却冷得如坠冰枯 那些惨叫和哀嚎 那些撕心裂肺 那些绝望的过往 潮水般涌了上来淹没了我 我感觉到一阵窒息 脸色煞白地 扶着公交站牌蹲了下来 冷汗一滴一滴地掉落在了地上 很快就被灼热的阳光蒸发殆尽 破碎的记忆呼啸着穿过我的脑海里 一下子把我拽回了十年前 那个灰色的青春期 整个高中三年 我都是在纸质点点中度过的 各种造谣我的无下线帖子 永远挂在学校贴吧的热榜上 发帖人都是沈奇 他信誓旦旦地说 看见我和多少男人出去 说我去医院看了什么病 我被堵在厕所 被堵在巷子里 被堵在天台上 女生们对我指指点点 生怕离我近了被传染不干净的病 男生们用最下流的语言侮辱我 看我的眼神充斥着烈奇的恶意 我被几个他找来的女混混 脱光了衣服拍了照片 发在贴吧里 被打印了散在小区里 我爸因为这件事 觉得我丢尽了他的脸 跟我妈离婚后抛弃了我们俩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沈奇当时喜欢的男生 给我写了一封情书 那封情书被他看到的那一天 我的地狱就来临了 他用世界上最恐怖的恶意 笼罩了我 当时我还能活着 纯粹是撑着一口气 想要上大学之后 逃离这个地方 可是高考前一天 我被沈奇堵在厕所反锁了门 那天我叫天天不英 叫地地不灵 在绝望中听到了第二天的铃声 那是高考开始的铃声 为了那一丝希望 我从三楼跳了下去 然后我的腿摔断了 被送去了医院 错过了高考 我妈那段时间 天天被人指指点点 又看到我高考无望 备受打击后 抑郁跳楼了 一夜之间 我家破人亡 我的人生彻底毁了 而那个始作俑者 却因为有个有钱的爸爸 出国留了学 告别了这里的一切 他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开开心心地 发着在国外的各种日常 成了一个小网红 他甚至在分享 如何成为一个自信快乐的人 沈其是很自信快乐的 视频里的他面容娇好 在海上冲浪的时候 姿态很迷人 粉丝们在评论里夸赞他 羡慕他 说他是他们想成为的样子 可是只有我知道 他不是这样的 他曾经毁了我 人间如果真的有地狱 我觉得他就是地狱里的魔鬼 这天我忘了自己 是怎么回的家 我只记得到家的时候 我浑身都被冷汗浸湿了 我想 为什么他可以活得这么好 为什么毁了别人的人生之后 他还能这么开心 这么快乐 这难道是公平的吗 窗外夜色一片漆黑 一颗星星都看不到 我就这么在黑暗中 看着天花板 直到眼睛酸痛地掉下泪来 如果老天不能惩罚他 我想那就让我自己来 我很快就弄清楚了 沈其现在的情况 他似乎也没我想象中过得那么好 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爸爸的资金链就出现了问题 他连研究生都没念完 就匆匆回了国 被他爸商业联姻 给了一个真正的富二代 也就是我那天 在车里看到的那个男人 盛卓 盛和集团董事长的独生子 沈家似乎指望着 成和能出钱补上他家的资金链 因此一直很着急 让两个人结婚 我拿出一个月的时间 来研究盛卓 发现这个人 跟我想象中的花花公子 富二代很不一样 他的私生活 甚至可以用干净来形容 从来没有一点绯闻 平常最喜欢的活动不是喝酒泡妞标车 而是去二百块钱一个小时的篮球馆 跟大学生们一起打篮球 盛卓 是什么心思 我不清楚 但沈琦看起来是真的很喜欢他 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号 是我用了很长时间扒出来的 这个小号记录了他跟盛卓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几乎和盛卓有关的一切动态 都被他发了上来 那些话里都是掩饰不住的爱意 看着照片上 这个眉眼间有些许桀骜的英俊男人 我想 我知道 我该从哪下手了 盛卓的时间规律很清晰 他每天的生活 似乎就是两点一线 上班 下班 最多就去篮球场打打篮球 我在弄明白了 他下班的时间后 在网上领养了一只小流浪猫 算着时间 抱着猫 站在了马路上 果然 没过多久 那辆眼熟的劳斯莱斯 就出现在了路上 我假装没看见 蹲在地上 看着那只小猫 知道车离近了 才惊慌失措的腿 一软坐到了地上 在地上狠狠地蹭了一下 夕阳下车漆 反射出流光溢彩的暗芒 盛卓怒气冲冲 递下了车 砰的一声 把车门甩上 你没长眼 他的话没说完 我就抬起头来 惊慌失措地道欠道 抱歉抱歉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是看到有只猫 在马路上 说着 我忍着膝盖上的痛意 露出了怀里的白色小猫 小猫睁着圆溜溜的眼睛 黑色的爪爪 按在我白色的裙子上 留下了一个一个小梅花印 正惊恐不已地叫着 胜拙愣了一下 把没说完的话憋了回去 我撑着地面站了起来 膝盖上刚才被我狠狠蹭破的地方 浸出了血迹斑斑 惨不忍睹 真的不好意思 我小声连连道歉 我马上就走 说完 我一刻也没停留 一瘸一拐一拐地走向马路边上 我在心里默束着 果然在我数到三的时候 圣卓开口叫住了我 你膝盖破了 我送你去医院吧 我背对着 他勾起了嘴角 我用了三个月时间 仔细看完了圣卓的所有公共社交账号 七年前 他在英国上大学的时候 曾经养过一只白色的流浪猫 那只小猫在异国他乡陪伴了他三年 后来因为一次保姆不小心 没关上门跑出去被车撞死了 再看见一模一样的猫 我不信他不会想起那只猫 我回头推辞道 没事 不严重 我自己走回去就行 别磨叽了 圣卓瞥了一眼 我怀里的猫沉声道 上车 坐在车上 我拘紧地抱着猫 用卫生纸草草按在伤口上 圣卓看了我的腿一眼 微微皱眉 先去宠物医院吧 我小心地搂着怀里的小猫轻声道 他好像被车撞了 先去包扎一下你的腿吧 圣卓抽出一张酒精湿巾递给我 你先擦擦血 我接过湿巾摇了摇头 我没事 就是破了点皮 先去看看猫吧 这猫这么小 说不定被撞哪里了 圣卓看了一眼 我怀里的猫没再坚持 找了一家附近的宠物店停了车 医生仔细检查了小白猫的四肢 还拍了片子后轻松道 没什么大事 就是有点应激 还有点耳满和皮肤病 都是流浪猫常有的 我给你开点药 回去用上就行 我坐在沙发上搂着小猫 鲜白的手轻轻抚摸着它的头 小猫在我怀里很快安静下来 慢慢打起了小呼噜 谢谢您 多少钱 我掏出手机 却发现手机早就因为 没电自动关机了 我抿了抿嘴唇 不好意思地问医生 大夫 不好意思 我手机没电了 能不能在你这里充一下电 再交钱 一边的圣卓 走上来掏出手机 直接扫了付款码 利落地把钱赚了过去 我对着他不好意思地笑笑 顺理成章道 谢谢啊 你留个联系方式吧 回去我把钱转给你 不用 圣卓看了一眼睡着的猫 目光有些复杂 不行 我看着他坚持道 本来你都送我来了 怎么还能让你花钱 我一定得把钱还你 午后的阳光从宠物店的玻璃窗透进来 洒在我身上 把我身侧散落的茶棕色头发照得泛起金色的光泽 我知道 我阳光下的瞳孔一定很清澈 那是我试了上百妇美瞳后找到的最自然的一款 白裙的女孩和白色的小猫 没有男人能够拒绝 果然 圣卓微微醋眉后 找了一张纸 写下了一个微信号递给我 我拿过纸条冲他笑了笑 知道了 今天谢谢你 推我自己去看就行了 你快去忙吧 这次他没有拒绝 又看了一眼 我怀里的猫 推门出去了 他没看到 身后的我脸上的笑容 瞬间消失了 我手里捏着那张纸 一只手抱着突然惊醒的小白猫 死死地盯着圣卓的背影 很好 猎物已经踏进了我的领地 我不会放它走的 当天晚上 我给圣卓转了八百五十块钱后 向它再次道了谢 圣卓收了钱 只回了一个简短的恩 我也没再回消息 用一个表情包结束了对话 我不能说太多 以圣卓的地位 往他身上扑得狂风烂碟 不知道有多少 他什么招数没有见过 我不能让他察觉到 我是在故意接近他 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 思考下一次 见面应该是什么时候 人的魅力在于反差 下一次见面 我需要换个形象了 第二次相遇的机会 比我想象中来得要快 在得知 本是要举办一次商业宴会 市里数得上的企业家都会来时 我请全办公室喝了一杯冰美式 只有李总秘书的那一杯里 我放了谢药 这种谢药对人健康无害 常用于便秘患者 唯一不好的就是发作时间稍微有点长 果然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张秘书就开始不停地跑厕所 他呀根本就没往我那杯冰美式身上想 毕竟已经过去了一整天 只以为是自己早上的饭没吃好 等下午的时候 他已经跑了三四次厕所 正摊在椅子上捂着肚子 李总在一边着急道 你这样晚上怎么办啊 我还寻思晚上趁着机会跟圣和说说 交去那快递的开发方案呢 张秘书摆摆手 痛苦道 李总 你找别人吧 我真去不了了 我肚子疼倒不要紧 当场拉出来 你以后也就不用混了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李总急得团团转 抬眼却看到了正拿着提案进来的我 我把手里的文件夹地过去 李总 这是郊区盛景园的开发方案 我打印了两份 李总看着我眼睛一亮 一把把我拉过来道 官烟 你对这个案子有没有研究 我记得之前跟进的时候 你也在那个组里是吧 我当然在 在知道这个开发合作的对象 是圣和的时候 我就想办法 把自己塞进那个组里了 即使没有这次宴会 我也会出现在 和圣和的其他合作活动里 我还没说话 张秘书就点点头 对 官烟在 他一直跟进了这个提案 李总你带他去吧 他肯定没问题 过去的每一周 我都请办公室喝的奶茶 在这一刻起了作用 张秘书知道我 只想搞业务 绝对不会对他的位置有想法 因此赶紧把我推了出来 老板看着救命稻草一样 看着我 紧皱的眉头 一下子舒展开来 把提案一把塞进了我怀里 给你放半天假 赶紧去买一身礼服 公司给报销 我看着手里的提案 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好的李总 这次的宴会来的 都是本市乃至临市 有头有脸的企业家 因此在市里最高档的酒店里举办 巨大的宴会厅灯火通明 我再次检查了一下身上的黑色长裙 跟着老板迈进了热闹的宴会厅 不需要我去寻找 老板就指了指不远处的 盛卓小声道 那个 那个男的 你看见没有 盛卓正拿着一杯酒 被一群人簇拥着 他一百九十的身高 在人群中极其显眼 再配上那张比灯光还耀眼的脸 我都不用找 目光就自动锁定了他 我点点头 那就是盛和的太子爷 盛开墙的独生子 以后盛和肯定是他说了算的 现在他爹就在放权了 咱们今天就去找他 一会儿我把头开了 你好好给他介绍一下 资料你都背熟了 我笑道 背熟了 李总 你就放心吧 我都背了一个粥了 怎么可能背不熟 李总满意地点点头 跨着我往盛卓那里走去 盛总 李总隔着老远就笑开了 好久不见 盛总今天真是玉树临风啊 盛卓对着李总笑了笑 正要说话 眼神却突然停在了我身上 我愣了一下 眼睛微微睁大 做出了一副惊讶的姿态 你 盛卓看着我 微微拧眉 你是那天的 我红唇微钩 程总您好 他又看了我一眼 似乎不能把这个黑裙红唇的女人 跟那天抱着小猫的白裙女孩 联系在一起 李总侧脸看我 有些惊讶 我们之前曾经见过 不过他很快就回过神来 拉着盛卓寒暄了一会儿 跟他介绍道 盛总 这是我们公司的小官 郊区那个工程 他也在跟进 说起来也是巧了 盛卓微微挑眉 深黑的铜仁黑沉沉地注视着我 郊区 你是说盛景小区 对对 李总笑道 小官 快给盛总说说 咱们最新的方案 程总您方便吗 盛卓把落在我身上的目光 收了回去 微微汗手 我把掉落的头发拨到耳后 脑后黑发被珍珠背的头饰固定住 露出纤长素白的脖梗 我看着盛卓 熟练地叙述着今天记下来的资料 盛景项目属于二类居住用地 容积率不大于1.8 建筑密度不大于30% 后期我们还想在周边进行商城 学校 医院等开发引进的项目 把盛河打造出一个社区类的小区 李总在一边连连点头 刚要说话就被另一个老总叫住了 他回身说了几句话 凑到我耳边道 我去那边有点事 你继续给盛总介绍 就按提案上的来 我点点头 流畅而自然地绘画着盛景的蓝图 盛卓一开始还不是很在意的样子 到后来眼神就慢慢亮了起来 低着头微微沉思 这一说就是将近20分钟 等说完最后一句话 我本以为盛卓会对提案提出什么意见 他却没头没脑地问一句 那只猫怎么样了 我微微抬头 错愕地看着他 脸上的商物微笑一下子散去了 天刻后 我弯了弯眼睛 小声道 他很好了 已经长成大姑娘了 程总你要看一看吗 盛卓的表情终于不再紧绷 露出了一丝淡得几乎看不出来的笑意 好 我们走到角落 我从黑色的手包里掏出套着蜡笔小心手机壳的手机 不好意思地抿嘴笑了笑 滑出了小白猫的视频 你看 我一改之前的成熟客套 语气欢快到 他真的贼能吃 跟个推土机一样 视频里 小白猫正把脸埋在猫梁里 大口大口大口地眩 这才一个多月 都长这么大了 我伸手笔划了一下 又给他看下一个视频 盛卓看得很认真 比听我说提案的时候 认真多了 他看着视频里的小白猫 眼里露出一丝怀念 终于主动回应了我的话 我之前 也养过一只这种小白猫 和它很像 是不是也很能吃 我好奇到 当然很能吃 盛卓微博里的那只猫 我早就研究得透彻了 眼下的每一个话题 都是我精心挑选的 盛卓点点头 唇角上扬 是啊 很能吃 一点也不挑食 很好养活的 这只就挑食 只吃一个牌子的猫梁 还不吃药 医生给开的 要我混进猫梁里 它都能闻出来 我苦恼道 盛总 你都是怎么给猫喂药的 你得这样 一说起猫 盛卓就打开了话匣子 混在罐头里 或者把药假装掉在地上 他保证比谁吃得都快 我笑了 这下子是真心实意地笑了 盛卓已经开始跟我聊闲话 这次的相遇 我算是成功了 这天晚上 李总迟迟不回来 我跟盛卓 没再提一句提案的事情 一直在交流养猫 心得 我让他给我推荐了 好几种牌子的猫梁 我假装记不得 盛卓说没事 回去我整理一下发给你 我们相谈甚欢 起码在他看来是甚欢的 直到午夜的钟声响起 我给李总发了条消息 才主动切断了话题 不好意思盛总 猫还在家里 我不太放心 我得先回去了 盛卓一愣 随即站起身来 要送我出去 明亮的宴会厅 外夜凉似水 我下楼梯的时候 被长裙绊了一下 脚下的银色高跟鞋 掉在了红毯上 银润的脚趾 在夜色里 泛着微微的粉红 我红了脸缩回了脚 却在触地的时候 痛呼了一声 扭着脚了吗 盛卓的目光 在我的脚上停留了一秒 干脆弯腰把我抱了起来 我送你回去吧 我刚要拒绝 他就继续道 上次就没送你 这次别拒绝我了 说着他就迈着大长腿下了楼梯 把我放进了车里 这次他换了一辆车 虽然还是劳斯莱斯 但已经不是上次那辆了 我看着车里悬挂着的粉色香包 这一定是沈其留在这里的 我有点等不及了 很快我们应该就会见面了 我真的很期待他的表情 盛卓一路把我送回家 还抱上了楼 我没邀请他进家门 只是礼貌地向他道了谢 今天真是谢谢你 我实在是穿不太惯高跟鞋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 盛卓看了一眼 我的脚似乎想说些什么 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只朝我点点头就走了 我目送他坐的电梯 越来越往下 看了看脚下 仅剩一只的高跟鞋 银色的高跟鞋 上面镶满了细碎的闪片 在灯光下有些晶莹剔透地闪耀着 灰姑娘已经成功与王子相遇了 而另一只水晶鞋 已经留在了王子的劳斯莱斯里 当晚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 我是不会主动去找盛卓的 那样目的性太明显 但我必须趁热打铁 留住他对我的这一丝兴趣 朋友圈的视频里 我把一片药片掉落在地上 圆滚滚的小白猫从一边窜出来 飞快地叼走了那个药片 我在后面装模作样地抓着它 让它吐出来 结果它三半嘴 飞快地动了几下就把药片给咽了 视频里没有人脸出镜 但是却照到了我布置的温馨干净的家 地毯上放着毛茸茸的猫窝和猫爬架 随意又温暖 十分钟后 圣卓给我的朋友圈点了赞 我盘腿坐在床上 看着手机屏幕笑了 圣卓已经对我产生兴趣了 不然不会看我的朋友圈 虽然这次兴趣可能还很微弱 可能还停留在欣赏和好感的层面 但只要我加把火 这一点火星迟早会成为燎原之火 这些年在凛然的恶意中 我学会的唯一生存方式 就是伪装和争取 调动人们的情绪 我再熟悉不过了 第一次我让他认识了我 第二次我让他记住了我 而第三次我就要让他喜欢上我 第三次相遇我不能再主动了 但没关系 我已经留下了钩子 不出我所料 第二天晚上圣卓就联系了我 他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新德瑞拉 你的水晶鞋落在我这了 然后他附上了那只银色高跟鞋的图片 我过了十分钟回他 啊 不好意思 昨晚上忘了拿了 你什么时候方便 我去拿一下 圣卓过了一会儿 回了个地址给我 是他常去的那家篮球馆 我跟人约了打球 你有空的话 来南京路的球火篮球馆找我拿吧 我跟他回好的 然后翻下床开始捣吃自己 清纯 成熟 我都已经办过了 接下来的形象 应该是青春洋溢的运动风 保持神秘感 才能勾得住人 我没有特意穿篮球服 只穿了运动短替和裙子 画了一个淡得看不出来的气色装 扎了高高的马尾 梳妆打扮后 我看向镜子 镜子里的人 看不出已经二十六七 还像是个大学里的小姑娘 正在去上体育课的样子 我的眼睛平滑 脸上充满胶原蛋白 眼神清澈 只是眉眼间 总有一丝神态 告诉我 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自己 我很快打车去了篮球场 下班时间 场馆里人很多 大部分都是附近的体校大学生 一个个光着膀子 露出油亮的肌肉 互相碰撞着 空气里充满了荷尔蒙的味道 我眼珠子 不自觉地往那一深深的 剑子肉上挑 妈的 这里是天堂吗 即使在各个一米八以上的 体校学生里 盛卓也太过显眼了 他今天没有梳着精英式的背头 黑色的碎发凌乱地贴在 汗湿的额头上 露出下面一双危险又凌厉的黑眸 我的视线情不自禁地看向他跳跃时 露出的精壮紧实的腹肌 和一闪而过的人鱼线上 那道阴影顺着胯部 深深地凹进了短裤里 勾得我恨不得 直接用眼神伸进去看个痛快 沈其何德何能能拥有这种极品啊 我必须要把盛卓 从他的手里解救出来 也许是我的目光太过炙热 盛卓再投了一个三分后 转过头来直直地撞进了我的视线里 我看到他嘴角勾起了一个微不可查的弧度 把球扔给一边的人朝我走来 也许是上次穿了高跟鞋的原因 这次盛卓再站在我眼前 我才感觉到了他带来的压迫感 盛卓随意地拽起衣角 擦了擦额上的汗 汗湿的锁骨在白痴的额灯光下闪烁着奇异的亮泽 携我放车上了 走吧 我摆了白手 没事 你打吧 我正好也看看 好久都没打球了 你也会打球 盛卓随手拿过一边的水 咕嘟咕嘟喝起来 凸起的喉结上下滑动 是啊 我以前是校队的 我把眼神从他喉结上拔下来 说着早就思考好的台词 不过毕业之后就没再打过了 是吗 盛卓来了兴趣 要不要玩啊 我看了看周围 有些不好意思道 这么多人啊 我都不认得 算了吧 盛卓无所谓道 没事 那边有VIP厂 咱们去那边 我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抱着球跟在了他身后 VIP厂一个小时五百 来的人很少 里面只有我们孤零零的两个人 一进去 我还没等盛卓说话 就勾着手腕 从三分线后面投了一个球 篮球在空中飞速地旋转 划过一个漂亮的弧线后 正中篮筐 我花了三个月从这个角度 练这个球 果然一击必中 盛卓眼中闪过一抹一 一踩 惊讶到 你还真会打球 当然啦 我把球拿过来 篮球再从指尖转到了手背 最后被我轻抛向盛卓 不过好久都没打了 力道都掌握不好了 狗屁 我就是个运动白痴 大学的体育选修是太极拳 就这我才将将考了六十分 这一手是我花了三个月 请了篮球教练调教出来的 装个逼应该还是没问题 盛卓笑了 我也会 说着他就单手拿球手指用力一转 篮球在他的食指上快速旋转起来 他用另一只手轻轻拍打着 让他转得更快 怎么样 他笑着问我 眉眼间露出一丝得意 我看着盛卓露出的虎牙 感觉他今天好像平白小了好几岁 真的像个出来打球的大学生似的 和往日那个气场强大 不苟言笑的精英形象天差地别 多了一丝 真实 这一部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他已经在我面前暴露出别人看不到的一面 这说明我们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近了 而我要做的就是乘胜追击 我一把拍下了他手里的球 主动道 你防我呀 我 防你 盛卓挑了挑浓黑的眉毛 乐了 行 说着他就攻下腰来站在了我前面 我紧张地回想着教练教我的步骤 我指挥这一手三步上篮 再多点恐怕就要露下了 我拿着手里的篮球 往前跑的时候在心里没数 一步 两步 盛卓细血地举起一只手 在我身前想要把我的球拍下来 我重重地撞在他身上 一瞬间 场馆里的气氛变了 盛卓的肌肉僵硬起来 他身上火热的温度透过衣服 直直地穿透了过来 激得我手里出了一层汗 我们在触碰的那一刹那 彼此都听到了对方剧烈的心跳 他的动作一下子停住 我趁着他愣神的时候 转身把球高高抛起 球在篮板上轻轻撞击了一下后弹进了篮筐 我转过身来得意地看着盛卓 怎么样 他却没说话 只是定定地看着我 那双被灯光映的流光溢彩的铜人里 清晰地映出了神采飞扬的我 一场球下来 我们两个都清楚地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我俩坐在篮球架后面的台阶上喝水 盛卓浑身上下散发着热意 一滴汗水顺着他的下巴砸在地板上 他侧脸轻声道 你吃晚饭了吗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点试探 再没有了之前的强势和掌控感 这次我没再拒绝他 我眯起眼睛 没呀 我知道有一家店特别好吃 我请你呀 我带着盛卓去了一家档次中 天上的烤肉店 这家烤肉店的好处在于特别热闹 情侣来得很多 很有种热闹暧昧的氛围 吃饭的过程中 我们聊篮球 聊养猫心得 聊他早些年一个人在国外求学的经历 然后他惊讶地发现 我们有许多相似的喜好 他说的话我都能接上 但懂得不如他多 总是聊了几句就眼睛亮亮地听他说 我说的他也都了解 还能给我讲很多我不知道的内容 他甚至还会跟我分享一些 他知道的真实的娱乐圈八卦 我惊讶于这个男人 居然表面看着冷情冷性的 背地里 其实是个在瓜地里乱跑的茶 和他聊天的时候 也忍不住带上了一丝真情实感 等服务员来提醒我们要打样了的时候 我俩才惊觉时间已经很晚了 圣卓手里拿着酒杯 面色微红 看着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他眼里被酒意微醺的水色流转 和白日里那个不苟言笑的冷漠男人截然不同 我看着他红艳的唇 心里没来由地被撞了一下 不好 我握紧手里的酒杯 我可不是为了谈恋爱来的呀 晚上回家后 我洗了把脸把酒一散去 打开电脑 开始查看沈琦的小号 沈琦的小号一改之前的乐观自信 最近总是在深夜点赞一些情感的微博 我点进去那个微博 发现是一个女生在控诉男朋友 对他很冷漠 求助应该怎么办 沈琦的评论被顶到了热门 我男朋友最近也是 我之前一直觉得 他是忙工作 没时间陪我 但是最近他跟我说话的次数越来越少 很多时候 我给他发消息 他都不回 问就是在忙 男人是不是都这样 下面的评论一甩都是 你被虑了吧 忙个狗屁 再忙能连回消息的时间都没有 劝分 放心吧 他不陪你的时候 肯定在陪别人 沈琦没有再回复 之后的凌晨 他发了一张深夜饮酒的照片 我眼里闪过一丝嘲弄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盛琦还没跟他分手 他家也还没破产 他还能快乐自信地分享他的生活 我放下电脑 看着窗外浓重如墨的夜色 是时候该跟老同学见个面了 没过几天 盛景源的提案就正式被提交上去了 公司启动了和盛河的合作谈判 我作为组内的副组长 也顺理成章地去了盛河 按理说 这种规模的项目 只要提前报给盛卓下结论就可以了 具体的合作事项 不需要他这个级别的领导参与 但他还是来了 我看着那个穿着一身笔挺西装 被众人簇拥着走来的男人时 分明看到了他的目光 停留在了我身上 我知道他是为了我来的 谈判进行得很顺利 毕竟之前我们早就将提案交过去了 这次不过就是走个流程而已 结束的时候 盛卓自然而然地叫住了我 关小姐 有几个问题我还想了解一下 方不方便来一下我办公室 其他的人顿时投来了惊异的目光 盛卓却面色淡然 好像真的是在谈工作一样 我微微汗手 露出一个得体的微笑 好的盛总 一进办公室 盛卓就一屁股坐上了沙发 指了指一边的冰箱 想喝什么自己拿 我站在他旁边微笑道 盛总 你不了解开发方案了 盛卓瞥了我一眼 眼里闪过一丝笑意 开发方案 我没什么兴趣 你不如想想今晚去哪里吃饭 我坐到他身边 放松了姿态 摊在沙发道 请我吃点好的吧 我今天一早上就没吃饭 饿死了 你的手下太精英了 要求九点人就要到齐 我四点就开始准备了 明天还有一场 盛总 你就不能给我开个后门 别让我折腾了吗 开后门 盛卓靠在沙发上 两条修长的大长腿岔开 语气低沉起来 给你开后门 我有什么好处 我想了想 自然而然道 我可以让你职场 潜规则我 盛卓没想到我说话这么直接 一下子卡壳了 半晌后 他磨了墨牙笑道 那你先帮我把领带解开 勒死了 他的神色似乎在开玩笑 又好像在试探里夹杂了一丝认真 我没有犹豫 凑过去握住了他的领带 盛卓身上的烟草气息 与我身上水生条的香水味 逐渐混合在了一起 他在我靠近的第一时间 身体瞬间僵硬起来 眼角泛起了一丝 难以察觉的红韵 太近了 这个距离实在是太近了 往常我们虽然也接触 但都保持了相对克制的距离 这种刻意的近距离接触 还是第一次 还是在他的办公室里 我们都穿着职业装束 更带着一种别样的刺激 我的手在他的领带上游走 不时会碰到他脖子上敏感的皮肤 盛卓的喉结微微滑动 一双黑毛逐渐变得深沉起来 呼吸交织在一起的时候 我抬头望进了他的眼里 这一刹那 我们都看见了彼此眼中的自己 盛卓一把扯开了领带 狠狠地吻了上来 他的吻和他的人一样 都带着攻城掠地的侵略性 我的理智和清醒不断抽离 胳膊环上 他的脖子沉醉在了他的吻里 就在我们亲得难分难舍的时候 门突然被一把推开 然后就是一声刺耳的尖叫 我被猛地扯到一边 脸上瞬间挨了一个火辣辣的耳光 这一耳光用了十足的力气 我被打得几乎眼前一黑 然而被头发掩住的嘴角 却露出了一丝笑意 真是天助我也 沈其正穿着一身昂贵的裙子 面色赤红 暴怒地冲上来要继续打我 他精心打扮过的 交好面容扭曲如恶鬼 嘴里骂出来的话 跟高中的时候一模一样 贱人 你是出来卖的鸡吗 婊子养得下贱东西 离了男人会死是不是 我今天就替你爸妈教教 你该怎么做人 这些话 我早十年就已经听过了 这些年 他还真是没有长进 从小在密罐子泡大的千金大小姐 莽撞又愚蠢 只因为投胎投得好 就可以肆无忌惮地 向别人倾泻恶意吗 那如果 他没有了这层庇护呢 我用舌头抵了一下略带铁锈味的牙根 捂着脸 做出一副惊恐的神情 茫然地看向圣卓 圣卓一把扯住了沈琪 愤怒地把他甩到一边 你疯了吗 这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沈琪看着他的脸色又惊又怒 崩溃地指着地上坐着的我尖叫道 这个贱人是谁 圣卓 你居然背着我找别的女人 我们还有几个月就要结婚了 圣卓没搭理他 走过来把我扶起来 我惊慌失措地 缩在他怀里微微颤抖 在看到我染着血色的嘴角时 圣卓的表情一下子冷了下来 我拽住他的袖口 带着哭腔道 圣卓 他是谁呀 这一下子如同火上浇油 沈琪的表情恨不得上来活思了我 他不顾圣卓的祖 拦上来撕扯我的头发和衣服 嘴里还不忘了辱骂我 我是圣卓的未婚妻 你这个臭婊子 我弄死你 还没等我动手 圣卓就抱贺了一声 滚开 然后一把把沈琪甩在了地上 圣卓胸腔剧烈起伏 一双眼睛满寒怒意地盯着他 冷冷道 我会回去跟家里说解除婚约 我们不合适 解除 沈琪不敢置信地抬起头来看着他 扯着嗓子吼道 圣卓你疯了 你居然为这个女人要跟我解除婚约 我不同意 不需要你同意 我是在通知你 圣卓没再多说 搂着我出了门 一出门 公司里的所有人飞快地朝我们看了一眼 然后又赶紧低下了头 脸上都是掩饰不住的吃瓜神态 圣卓一路带着我上了车 昏暗的地下停车场里 我们俩就这么静静地坐着 他轻浮上我红肿的脸颊 语气里不眼疼惜 很疼吧 我躲开他的手 轻声道 你有未婚妻了 怎么不早说 圣卓沉默了一瞬 收回了手 抱歉 我 我不是有意的 我跟沈琪算是商业联姻 没什么感情基础 我之前觉得爱情本来就是虚构出来的艺术加工 跟谁结婚都无所谓 但是 但是 我低着头没看他 小声道 那现在呢 圣卓侧过身把我拉进了他怀里 我趴在他胸口 听到他剧烈而有力的心跳声 他的声音闷闷地响在我的头顶 现在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第一次知道爱情是真实存在的 圣卓的语气不再是一味的从容 而是罕见地带上了一丝小心翼翼 我喜欢你 我被他搂在怀里 心脏不受控制地砰砰跳了起来 圣卓不是一个无能的继承人 他清出于蓝 年纪轻轻就显示出了惊人的天赋跟能力 这种天生的掌控者 是不会做一个乖乖听话的吉祥物的 一旦他发现了更想结婚的对象 不需要我争取 他就会自动甩开审奇 缺的只是时间和一个契机 只是我没想到这个机会会来得这么快 但凡审奇刚才服个软 也许事态就不会这么无可挽回 只是他一直骄傲惯了 习惯于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 而他不知道 男人的保护欲是很可怕的 当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产生了保护欲 爱情就随之而来了 我得谢谢沈奇的愚蠢 帮我完成了这最后一步 我抑制住心动 带着哭腔推圣卓 我不会做小三的 圣卓用力收紧了我腰上的手 声音低沉而肯定 我不会让你做小三 我会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观烟 你信我 黑暗里 我用力握住了他的衬衫 轻轻点了点头 沈奇来得比我想象中的快 第二天下午 他就弄到了我的联系方式 约我出来见一面 电话里 他的声音带着一贯的轻蔑 我劝你识相一点 你也不希望我去你们公司把事情闹大吧 我没多说就答应了 准时地出现在了咖啡厅里 咖啡厅内已经提前被沈奇清了场 他坐在桌前 用一种看着脏东西的眼神扫尸着我 从兜里掏出一张卡来 随意地扔了过来 这里有二百万 离圣卓远点 他不是你可以消想的人 我在他鄙夷又得意的眼神中 捡起了那张卡 既然你拿了钱 那就 我轻笑着打断了他的话 二百万 沈氏的资金链 已经问题这么严重了吗 我还以为你 至少会拿五百万来砸我呢 说着 我就把卡扔回了他身上 你打发叫花子呢 这点钱还是留着给你自己满身衣服穿吧 我脸上那天小白兔一样 楚楚可怜的神情消失殆尽 取而代之的是嘲弄的眼神 沈奇坐直了身子 脸色铁青 你果然是装的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扬起手只看着自己刚做的指甲 轻声道 我要你付出代价 沈奇愣了 他似乎没想到 我会说出这么一句 八杆子打不着的话来 皱着没看我 你说什么 我看着他蠢笨可恨的面容 凑过去在他耳边道 沈奇 我本名不叫观烟 叫观小乐 这个名字 你还记得吗 高中毕业后 我改了名字 容貌也变化很大 几乎看不出那时的影子了 沈奇先是茫然了一瞬 然后他的眼睛很快睁大 咬牙切齿地看着我 是你 你这个贱人 从小就喜欢勾引男人 他再也压抑不住心里的怒气 站起身来就要扇我 我脸了脸上的笑 一把扣住了他的手腕 左右开弓 给了他两个大嘴巴子 啪啪两个耳光 扇得沈奇目瞪口呆 随后 他额头青筋蹦起 尖叫着朝我冲了过来 我回身扫了一眼 匆匆走进咖啡厅的高大身影 痛呼一声向后倒去 然后我就被一个人抱在了怀里 盛卓隐忍着怒意的声音 在我身后响起 沈奇 你他妈找死吗 沈奇惊呆了 在他的人生里 往往只凭借着横冲直撞 就能获得想要的一切 只有他害别人的份 他压根没见过我这一套 他目自欲裂地瞪着我大声道 盛卓 他是装的 他刚才还打我 你看 你看我的脸 他涂着厚重粉底的脸毫发无损 盛卓皓没道 我过几天就会回去跟我爸说解除婚约 你不要再来骚扰官烟了 沈奇又委屈又生气 他的眼睛一红 带着哭腔解释道 我说的是真的 这个贱人是故意接近你的 他是为了报复我 报复你 报复你什么 沈奇的话一下子卡在了嗓子眼里 他不能自报高中霸凌我的事 只能胡乱到 他高中就抢我男朋友 这个贱人从小到大就爱勾引男人 盛卓 你别被他骗了 我看着他披头散发 面红耳赤的样子 捂着脸躲在盛卓怀里 一句话也没说 盛卓拧着眉心道 你真是无可救药 我警告你 不要再来找官烟的麻烦 不然我就断了审市的贷款 说着他就扶着我走出了咖啡厅 留下了一脸煞白的沈奇 在原地发疯似的打砸店里的东西 盛卓这次直接把我带到了他家里 他面带愧疚地坐在沙发上 拉着我的手道 抱歉 都是因为我 沈奇他一直就这么嚣张跋扈 我早该想到的 我轻轻摇了摇头道 没关系 其实我们俩真是高中同学 我也是才认出来 他 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 不怪你 盛卓心疼地抱住我 不断抚摸着我的后背 安慰道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 他的手很热 我这几天一直精神紧绷 此刻放松下来 也不禁有些困意 不知不觉地闭上了眼睛 醒来的时候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 我正躺在两米宽的大床上 身上盖着一层薄薄的羽绒被 我掀开被坐了起来 大量着四周 这个房间很大 装修的简洁又不适格调 巨大的落地窗外 是闪烁着霓虹的夜色 空气中充满了盛卓的味道 这应该是他的卧室 我站起来 四处参观了一下 在桌上看到了他摆放着的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全家福 一对夫妻正把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抱在中间 小孩露出一口小牙 脸颊上有两个酒窝 白嫩嫩的 跟个团子似的 我会心一笑 拿起那张照片 没想到圣卓小时候是这样的 我还以为他从小就是一副精英的样子呢 门口传来一声响动 随即我被人从身后抱住 圣卓把下巴放在我肩窝里笑道 你醒了 我做了粥 出来喝一点吧 我把照片放回去 跟着他到了客厅 饭桌上 一碗粥正冒着白色的热气 在吊灯橘黄的光线下散发着温暖 我证了一下 圣卓是很标准的富家子弟 拿的是霸道总裁的人生剧本 我从没见他做过饭 圣卓穿着一身灰色的家居服 黑发柔软地散落下来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第一次做饭 别嫌弃 我特意跟阿姨请教过了 我走过去看着那碗粥 心里微动 在看圣卓那双 满满都是我的眼睛时 我未曾动摇过的决心 却多出了一丝内疚 圣卓 她是真的喜欢我 沈琦虽然曾经害过我 但她是无辜的 我这样利用她的感情 去报复另一个人 跟沈琦又有什么分别呢 可是成功近在眼前 我却无论如何都放弃不了 只能沉默下来 我跟圣卓的感情发展飞速 她已经一步步 沦陷在了我的陷阱里 不可自拔 每一次约会 每一次亲吻 每一次亲密接触 我都能看到 她眼里对我的爱意更胜一分 她不是那种花花公子 虽然家里有钱 自身条件也好 但相对来说 更像是一个不够开窍的钢铁直男 开窍后就化成了绕纸柔 然而她多爱我一分 我心里的愧疚就多一分 这份愧疚在看到她书房里 沈氏的材料时达到了顶峰 是的 从一开始 我就不仅仅是冲着她这个人来的 沈氏和圣河商业联姻 圣河借给了沈氏一笔巨大的商业贷款 但是在商言商 沈氏能拿这笔钱 必然是留了什么把柄给圣家 圣开墙不可能只凭着虚无缥缈的儿女婚姻 就借给沈氏那么大一笔钱 果然 圣着书房里 沈氏的材料多不胜数 虽然最机密的东西 不可能在这里 但是各种亏空 挪用 非法集资 这里的东西 已经足够我扳倒沈家 我跟圣着已经进入同居状态 哪怕是最机密的书房 她也对我完全不设防 我看着手里厚厚一落的文件 手指用力收紧 关节泛起了清白色 只要我能拿到这些东西 那些黑暗的岁月 我自杀的母亲 我被毁掉的人生 所有的一切 都会得到迟来的审判 沈其没有家里的庇护 以她的脾气秉性 后半生会惨不忍睹 不需要我出手 有的是人会等着收拾她 我这么久付出的所有努力 都是为了这一刻 可是我也知道 一旦拿走了这东西 我跟圣着就完了 她那样一个骄傲的人 不会允许自己爱上一个骗子 可是相处这么久 我又不是铁石心肠 怎么能对她不动心 我就这么握着这一份材料 在书房里站到了天黑 晚上圣着回来的时候 屋里漆黑一片 我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怎么不开灯 她笑着打开灯走上来 就要抱我 一边小白跑过去 叼起她的拖鞋就跑 我推开她 把手里的资料 放到了桌子上 圣着有些疑惑 茫然地看向桌子上的 那份文件 随即瞳孔猛地一缩 她一眼就认出了那东西 是什么 然而她却没有想象中的惊讶 只是掩饰着什么似的 又凑上来 抱我 声音微颤 燕燕 我们吃什么 你做排骨 给我吃好不好 我眼眶一酸 逼着自己平静道 圣着 沈其说得没错 我和你在一起 就是为了报复她 圣着神情慌乱 继续道 不吃排骨 吃别的也行 你喂小白了吗 我现在去喂她 她起身想走 我一把拽住了她的衣服 继续道 她害得我家破人亡 我用了很久来观察你 靠近你 为的就是扳倒她 圣着 圣着打断了我 别说了 我无视了她的话继续道 我骗了你 我压根就不是这样的 我 我叫你别说了 圣着暴怒地喝道 用力地把茶几一脚踹倒 沉重的茶几哀鸣一声 倒在了地毯上 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 我声线颤抖 你那样聪明的一个人 不会被我欺骗这么久 圣着红着眼睛走到我面前 她的表情 愤怒又难过 观烟 你为什么非要说出来 我们就假装不知道 继续好好地在一起 不行吗 我垂下视线 任眼泪掉在地毯上 阴出一块深色的痕迹 我喜欢你 我轻声道 我不想再继续骗你了 圣着面无表情 垂在身边的手用力攥紧 半晌后 她平静道 可是观烟 你把事情都说出来 还要我怎么自欺欺人地和你在一起呢 我没说话 任由眼泪一滴滴地落在地上 我想 我不要复仇了 我就当自己倒霉好了 我命不好 所以才碰上了沈棋 或者我再去想别的法子 我去沈氏的公司再想办法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想再骗圣着了 这么久以来 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个人 哪怕察觉到我并不是她想得那么单纯 她也没有对我有任何防备 为了维持着这段感情 自己卑微地欺骗着自己 盛卓没再说话 她脸上明明没什么表情 可看上去 却像一只被抛弃的小狗 难过极了 过了一会儿 她开口了 你走吧 我知道 这是她对我的审判 我们结束了 我胡乱地抹了一把脸上的眼泪 拿起包从她身边走过 开门的时候 盛卓把什么东西扔在了我的脚边 我低头一看 是沈氏的文件 盛卓仰着头坐在沙发上 一只手搭在眼睛上 什么也没说 这一瞬间 我的心里突然涌上了巨大的难过 我很想回去抱抱盛卓 告诉他我不复仇了 求他原谅我 可最后 我还是抹了一把眼睛 转身出门了 事情比我想象中的顺利很多 那一本文件中记录的内容 远比我想象中要多得多 盛开墙未必没有趁机吞掉 沈氏的意思 被地里搜集了很多致命的证据 我实名举报后 把证据全都放在了网上 一瞬间 沈氏就炸开了锅 沈其的爸爸沈和伟通过门店 互联网等途径 非法集资50亿余元 这些钱都被他转入了沈氏 用于弥补公司断掉的资金链 归还债务以及个人消费等 这案发 已经造成了2.1万名被害人 实际损失高达32亿余元 沈氏完了 沈和伟被判了无期 他之前为了维持资金运转 也没来得及转移财产 沈其和他母亲虽然没被判刑 家里的钱却都冲了工 几乎一分钱也没剩下 沈家连最后一套房子也被查封了 沈家母女原本就嚣张跋扈 得罪了不少人 这一下子强倒众人推 更是惨不忍睹 听说沈其母亲戚地进了医院 却连医药费都拿不出来 沈其自己也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债主们都追到了医院 扬言不还钱就弄死他 他终于得到了报应 我在事情尘埃落定后 拿着花去了我妈的墓钱 我絮絮道道跟我妈说了很多 我说我现在条件好了 我有出息了 我能照顾自己了 我替他报仇了 要他不要担心我 然后我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了 我说 妈 你本来应该有个好女婿来着 可是我把他弄丢了 我的生活恢复了平静 我不用再费心钻研盛着的喜好 不再每天每夜都被噩梦惊醒 也不需要为了复仇担惊竭虑了 我似乎一下子就闲下来了 我应该要轻松 要快乐 要大愁得报地开心 可是我却只剩下了空虚 午夜惊醒的时候 我总觉得身边该有一个人 还有一只猫 然后孤零零地看着天花板睁眼到天亮 盛卓再没有找过我 他那样一个骄傲的人 本就不该待于男女私情 我只不过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罢了 他现在回到了正轨 我经常在财经新闻上看到他 俨然恢复了精英人士的成功模样 总是又谈下了什么合作 或者又收购了什么公司 他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有时候会恍惚地觉得 那是不是一场梦 可能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只是转瞬的错位后 就回到了原点 我干脆辞了职 给自己放了个长假出去玩 兼职做了个旅行博主 雪山 草原 森林 大海 当我投身在自然里的时候 总能短暂地忘却那些烦恼 得到片刻的安宁 可是一到了晚上 我还是会想起圣卓 想起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时候 这天晚上 我在我的账号上发了一条动态后 又暗戳戳地打开了圣卓的微博 他的微博已经好久没有用过了 可我总还是是监着他的账号 看着他过去发过的点点滴滴 似乎还能感受到一丝残留的温度 可是今天打开圣卓账号的时候 我却发现多了一条原创内容 我愣了一下点进去 发现是一只小白猫的照片 配文是 我不是王子 我是个倒霉催的大渊种 我的心突然不受控制地 砰砰乱跳起来 死死地盯着那一句话 大脑一片空白 就在这时 我的房门突然被敲响了 我慌乱地下床 连鞋都没顾得上穿 就跑了过去 因为太着急 脚趾还碰到了柜子 但是这些我都不在乎了 我一把打开了房门 房门外 圣卓正风尘仆仆地提着一个箱子 看到我 他拎起了手里 我故意留在他家的银色高跟鞋 无奈道 一招用两次就没意思了呀 辛德瑞拉 你的水晶鞋落在我那了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